有助關節靈敏 想心臟,關節都這樣 學我們選雀巢三花雙效奶粉 我會怎樣唱馬伯娘的首歌? 抽離潤後蜜,潤後天然,終於開始清熱 不如來個自然點吧 抽離琵琶的芳芽 馬伯娘,抽離潤後蜜 明天是農曆六月初一 繼續新聞時間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星期五審議 擴建打鼓嶺和屯門堆填區的撥款申請 有屯門和元朗居民發起汽車遊行抗議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說 拖拖拉拉對香港沒有好處 鄭明輝報導 一批屯門龍谷灘村、元朗夏村和夏伯黎村的村民 發起汽車慢洗遊行 大概60架車由龍谷灘村出發 慢洗至屯門堆填區 反對政府計劃確建堆填區 部分村民說未見過官員落區諮詢他們 要求財委會否決撥款申請 否則不排除堆填堆填區入口 政府一意孤行地做我們是非常反感的 這個星期五的財委會大會 我們在星期四晚會到的 會坐在那裡和村民應該絕食24小時 等到財委會開完會我們才會撤退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說明白堆填區附近居民的關注 大家應該是用一個客觀的理據 以理學人的做法的 激烈行動我相信大家當然會留意 但我想大家應該實事求是 用道理告訴大家 堆填區的擴建都是有基本需要的 所以月池拖拖拉拉這方面的擴建 對香港整體來說是沒有好處的 元朗區議會環境改善委員會 星期一下午開會討論 要求立法會暫緩審批 新界西堆填區撥款申請 抗議政府一直都沒有諮詢區議會意見 亞洲電視記者鄭明輝 本身是經文聯成員的立法會議員 劉王發話 未決定會不會在星期五 財委會審議擴建堆填區撥款申請的時候 拉捕 他說星期一日 星期五五日 不是說 即未想定 未想定 未想定 我們要看看市民意見是怎樣 我們要看看市民意見是怎樣 對 對 新界東北新發展區修訂規劃 容許最少有4000平方米地皮的業主 有條件原子換地或者發展 有受影響村民代表認為 安排是向大地產商傾斜 發展局局長陳武波重申是為了加快發展 梁家寶報道 政府規劃的新界東北新發展區 近市中心用地的地積比率增至六倍 發展密度和黃布花園差不多 但是政府就要征過百公頃土地作為資助房屋 和公共設施的用途 至於其他私人擁有的地皮 如果面積最少有4000平方米 業主有補足地價 就可以有條件地申請自行發展 有受影響的村民認為 安排是向大地產商傾斜 政府會保留位於古洞北的燕江村和河上香村 其他的寮屋和農地居民 政府會補償和安置 以及協助他們復家 但是有古洞北居民認為無保於事 對我們的影響就是滅村 摧毀了整個社區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在網上說 政府未知有多少幅土地 可以申請原子換地等等 征地的時候也不會考慮土地的業權誰屬 上輪土地的業權人可以合作 向政府申請原子換地 但是政府不會協助業權人 征收其他私人用地作為發展 亞洲電視記者梁家寶報導 由衛生署長陳漢儀主持的區分醫療程序 和美容服務工作小組召開最後一次會議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榮文說 會總結小組意見 預計報告第三季呈交立法會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榮文說 小組成員在討論上不太順利 但相信衛生局局長高榮文說 衛生署長能夠平衡公眾安全和行業利益 無論如何我知道衛生署長都已經接收到所有相關的專業 和行業代表和其他保障消費者權利的代表的意見 然後我深信衛生署長會按照我們最重要的原則 就是保障市民的健康 然後向我們的督徒委員會提出他的建議 工作小組初步討論認為高風險的美容程序 好像涉及注射包括欲毒幹菌和皮下填充劑 應該視為醫療程序交由註冊醫生進行 亦都支持監管使用特定高風險的醫療儀器 在加拿大灰北克省 一列停在火車站的載貨火車 煞車制突然鬆脫令火車自己移動 接著脫軌爆炸列車上再有大量原油 猛烈爆炸將小鎮內三十多間屋移為平地 意外已經確定有一個人死亡 但有八十多人失蹤 相信死亡人數會繼續上升 柳永旋報導 當地居民拍到列車出軌後猛烈爆炸的情況 鎮上街道變成火海 居民說見到無人駕駛的列車高速撞到多架汽車 再衝到民居才停下來 不過猛烈爆炸將多部汽車炸毀 最少三十座房屋被移為平地 目擊者說損毀的房屋包括商店、圖書館和酒吧 由於週末當時不少人正在酒吧喝酒 加拿大總理哈柏向意外中離難的死者和家屬自愛 事發在當地時間凌晨1點到天光大火營利救色 濃煙直衝上半空幾公里外都可以見到 現場鄰近美國緬恩州當局和美國消防員合力破舊 並協助一千個居民疏散 事發在灰北黑省東部距離蒙特利爾東面的250公里 有6000人口的拉克梅江低黑鎮 火車當時正拖著70多折的車卡前往美國 凌晨駛到當地 車組人員鎖上自動駕駛系統 入住酒店等候交間 鐵路公司認為系列車鬆脫 四折載有11萬公升原油的車卡自動滑行下出軌 有部分的原油流入河裏造成污染 消防封閉方圓一公里 環保部門正密切檢測空氣質素 當地的官員說由於有多人仍然下落不明 預計意外造成的死亡人數會繼續上升 亞洲電視記者柳穎船報導 休息回來會報導 記者協會批評梁振英沒有兌現捍衛新聞自由的承諾 又不敢面對傳媒的質詢 拉丁美洲國家波利維亞 願意提供政治庇護 給美國中情局前職員先落燈 中國航天發展歷史上的第一堂太空受貨 為全國青少年帶來甚麼看法呢 今晚6時9半港台新聞故事 亞洲電視足球狂熱 十一場賽事獨家直播 三支頂級英超球隊 車路士阿仙奴、李物浦 展開亞洲足球之旅 還有德國球會史上首支三冠王 拜仁慕尼克 對決地上最強巴塞龍牙 爭奪漢尼斯杯 直播賽事盡載亞洲電視 近年本港注重綠色建築 不少私人樓盤 以戶外圓林景志為賣點 令圓景設的人才需求急增 究竟圓景師的前景 以及未來發展會是怎樣的呢 重装 金晴世界 今晚8時 現點希望全世界 使用全世界 而到台灣 可多蒙古